把鸡蛋倒入开水中瞬间变成一道快要失传的经典名菜实在太下饭了 下面把详细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准备五个鸡蛋清洗干净 然后把鸡蛋打入瓶子里 每天都在很用心的浇做菜 只想要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 感谢大家的支持 接着往里面加入适量的食盐 再加少许的料酒去腥 然后这样给它晃均匀 再准备和鸡蛋液等量的清水 我老婆饿了想吃面条 今天就再教给大家一个面条非常好吃的做法 面条煮熟之后捞出放入碗中 好吃的关键就是加入两勺上海葱油 就这么给它一拌 拌匀之后再撒上一点葱花和白芝麻 一碗香喷喷的葱油拌面就做好了 做法简单又非常的好吃 真的是太香了 好了把瓶里的清水倒入锅中 大火煮开后转成小火 把鸡蛋液倒入锅中 让鸡蛋液稍微凝固一下 然后用铲子轻轻的推动 用小火慢慢炒 让鸡蛋慢慢凝固 把鸡蛋炒至完全凝固 炒成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出锅装盘 然后淋上少许的生抽 再淋上一点小猫香油 再撒上一点葱花 美味继承 一盘非常美味的水炒蛋就做好了 这道菜有个特点 就是看着很普通 但吃起来却非常的好吃 所以从小到大吃了几十年 还是非常喜欢这个味道 再搭配上一碗香喷喷的葱油拌面 真的是太好吃解馋了 喜欢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 散装 散装 散装